这一天准备搬到疗养中心 50岁的梁德宏因为患上僵子性脊椎炎 无法行动 一直都是妈妈在旁照顾 妈妈如果不在的话 她是怎样 要怎么安顿她 德宏的妈妈也是在2月14号这一天 就圆满了她这一生 我要祝福愿我的妈妈一路走好 母亲离世 父亲幼年事已高 今后由谁照料 在志工的协助下有了着落 本来那个电动轮椅就移大上来的 因为她脚不方便 后来我们师兄就用轮椅 几个把它降上来 抬它上来 大家也很小心 都是她的哥哥来照顾她 哥哥要做工 然后一夜了才来 所以我们就讲可以了 就来这里 所以我们就反映她进来 我们这个大家庭 从2003年开始 梁德宏一直是慈基照顾户 19年的岁月 志工是朋友 也像家人 大约新闻真善美志工 张志亮 马来西亚报导